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是个此生难忘的山洞遇难生日 当年救援的首席潜水员得知男孩的死讯以后非常震惊 他说他都还记得他在救援的第二天抱着这个男孩无意识的身体 游出山洞的事情 当年一起受困那山洞的足球队成员也发文表示哀悼 离开前往英国的时候还约好 下次回来的时候要给他签名 谁知道才离开家多久而已就已经遭遇了不测 而曾经关心过那起泰国山洞淹水受困案的人们 同样再次因这个新闻而感到难过 男孩最终还是被死神带走 一个正在全世界进行临床试验的大脑手术 不需要任何手术刀 不需要见血就能够大幅改变人们的生命 尤其是受到经常性战斗或忧郁症所苦的人们 这个疗法被称为聚焦超音波 它会针对大脑的某些部位发出声波 来干扰人的大脑治疗失调的脑回路 聚焦超声波厉害的就是它只是一个声波 所以属于非侵入性的治疗技术 它是一种你永远听不到的超强音波 但是竟然可以拯救你的生命 风险又很低 用一种大家比较能够想象的方式来解释的话 可能可以说是类似于用放大镜把光线聚焦在一个点上 烧出一个洞的过程 聚焦超声波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聚焦 但当然不是用光学镜头把光速聚焦 而是使用升学镜头将好几个超声波能量光速 精确的聚焦在身体深处的目标上 这样一来可以精准的达到需要治疗的位置 而不会伤及附近的其他组织 这个疗法对于患有经常性战斗的人非常有帮助 有这种疾病的人会一直不由自主的战斗 可能影响全身正合的部位 这种战斗听起来问题微不足道 实则非常痛苦 因为在生活中不管做任何事都会被这种战斗给搞砸 想吃饭喝水写字身体都不听使唤 这种疾病常见于40岁以上的人 全世界总共有大约2500万人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 参与临床试验的一位80岁患者 就接受了聚焦超声波的治疗 他只花了44秒的时间治疗以后就再也不战斗了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的手 不敢相信手竟然没有在战斗 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看到手是禁止的状态 在忧郁症或强迫症上的应用也是有可能的 他们发现聚焦超声波可以安全又有效的改善 重度忧郁症和强迫症的患者 不过有一个限制就是在于 每个人的头骨并不是都一样 头骨的密度对于超声波能不能穿越 有很大的影响 这并不常见但是确实有人的头骨 没有办法让超声波完全穿越 但研究人们相信 再过10年聚焦超声波 就会成为很多领域的主流疗法 厉害的室内设计师看见的空间和一般人有所不同 创造出来的鬼斧成功总是令人赞叹 但有些设计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作为安全设施的消防栓 在美丽的室内设计中很令设计师头痛 因为一个大红色的非常突兀显眼又难看 于是有一位日本的设计师就认为 应该要让消防栓能够融入整体的设计 才能称之为一个好的室内设计 其中一个案例中他都建议 让消防栓灭火器的那种箱子隐藏于墙面之内 那个门也做成和墙壁一样的花纹 只有一颗圆圆的锦铃 保持原本的红色牵在墙壁上 大大增加了视觉的美感 但是这就让更多人感到困惑不已了 因为消防栓明明就是要越显眼越好才对 把它像保护色一样隐藏进入墙面 让人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找不到灭火器的话 这问题才真的是很大 到底是灭火重要还是空间美学呢? 能在海上看到鲨鱼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这次在哥斯大里加油一艘游览船在海上观光的时候 竟然遇见了一只很大的垂头鲨 更稀奇的是竟然有一只狗自己迎面跑向了鲨鱼 观光客这次参加的是一个四小时的游览活动 开开心心的上船看到了美好的风光和鲨鱼 但是当狗狗冲过去找鲨鱼以后 船上的观光客都脸色特别的大喊着 叫那只狗不要过去 在网路上流传的影片当中 就可以看到磁起鼻落的声音呼喊着 天啊不要过去不要再追了狗狗快回来之类的语句 但是那只狗完全不顾人们的喊叫声 毅然决然的跳进水里游泳过去找那只3.6公尺长的垂头鲨 所以没想到的是 垂头鲨和狗狗竟然就这样跟着对方 在水面上绕圈圈看起来就像是在玩一样 最后鲨鱼玩完后就悠悠哉哉的游泳离开了 留下一片又惊又喜的观众 其中一位男子忍不住说我真的没有想到 那只鲨鱼会跟狗在那边玩闹 这个奇遇的地点就在南巴哈马的一个私人岛屿附近 那只狗并不是原本就在船上 而是在私人岛屿的码头上 来过这个岛屿的游客几乎都看过这只狗 因为他通常都会在码头跟所有经过或停靠的船只打交呼 是一只社交能力极强的狗 对陌生人非常的亲近 但是导游说同来没有看过狗狗跳下水 也许狗狗这次很开心的想要去跟海里面的大鱼做朋友吧 鲨鱼游走了以后 这只狗就默默地游回岸边上了岸 接受游客不明所以的掌声和恍惚 今天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 再次感谢订阅赞助的会员 一人大鱼男子 Jings Jason 黑鱼猫猫 黑骨鱼猪 还有ZZ 就希望其他留言去支持鲨鱼创作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找到Patreon的连结 你有不同的会员等级还有不同的福利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喜欢下雨的节目的话呢 记得多多分享 出去以为更多人知道 或是在Apple Podcast帮我留心心下评论 也对节目成长很有帮助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欢迎大家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你有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你有时间更长的主题性内容 另外一个话是听说动物当然就跟大家分享动物的知识 最后希望下雨会继续在每周二十六跟大家相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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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